这一愿景诞生于60年前 前总统肯尼迪 概述了年轻人出国援助的计划和前景 他们不仅要与其他国家的公民 肩并肩地服务 而且要向他们学习 有人说当时这是一个大胆的主意 但60年后再看 这个主意已经实现了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馆长 艾伦普莱斯这样说 和平队代理主任卡罗尔斯帕恩说 在过去60年中 约有24万1千名和平队志愿者 在全球140多个国家中服务 斯帕恩决定在罗马尼亚的 和平队服役时才26岁 当时共产党垮台已经三年了 他说有些人对他的服务表示怀疑 但这对他来说 是一次改变人生的经历 德维恩·马修斯 从2013年到2015年 在马拉维服务了一段时间 他现在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工作 正在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 工读博士学位 他来自阿肯瑟州的小师城 过去从没有出国的经历 在那里他担任社区健康顾问 曾参与许多项目 他说他最骄傲的一项 就是获得将近7000美元的赠款 以帮助建设一个青年中心 当然这个项目也得到了社区的援助 克里斯·德斯蒂奇 从2018年至2020年在威地马拉服务 他现在是和平队的区域招募人员 他说在那里时 他与威地马拉农业部合作 实施了他们的乡村推广项目 马修斯和德斯蒂奇都说 如果没有参与和平队的服务 他们就得不到这些生活经历和技能 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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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三岸 订阅 订阅 转发 三岸